深深的一吉功跟高雄市民 我们的乡亲道歉非常抱歉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必须更努力 这是今天早上在高雄市议会 陈菊市政府危机处理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八点半的铁证如山记者会 公布监视录影带 说陈菊在9月19号的确是在高雄市 没有到高雄县 那第二步就是在民进党议员质询的时候 率领局处所长跟大家鞠躬道歉 但是陈菊道歉的部分是做得不够好 他没有为过去九天针对行程的部分说谎而道歉 这可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们欢迎刘一鸿大哥加入 他睡觉这件事情你觉得很惊讶吗 我觉得其实让李永德讲的 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 那我休息一下我在里面 休息了三小时 休息三小时 两小时二十分钟 我休息外面一样的在下雨 我出去我不睡觉出去 它好像淹了水这样淹了不是吗 我觉得陈菊现在已经限制这种贵便的方式 他认为他举功道歉 人家就原谅他 举功道歉跟高雄市民讲啊 我陈菊如果到淹边中心会不会淹水 一样淹水 还是淹 还是淹 我要不要指挥 我不需要指挥 因为中央都已经派出 因为这是天灾 这是两百年的洪水频率 我有没有去没有差别 大家还是淹成这样 对对 而且你可以证明这个国民党啊 很多立法委员 包括张冕耀 邱毅乱讲 话都乱讲 我明明来高雄市 我在家里睡觉 你们怎么讲说我去高雄县跑行程啊 就怎么经过高市公路下来 才正好在那边开记者会 你们连这个都查不清楚 我在家睡觉你们都查不清楚 那你们还查千岁别那个弊案 你们 所以说他今天突然承认睡觉是故意的 要告诉大家说没有去高雄县 是在家里睡觉 乌龙爆料嘛 你们国民党最会乌龙爆料 不过我觉得高雄市民会想清楚的 为什么 任何事情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 近人事天天没有 像昨天高雄市政府发的新闻稿 告诉大家说 他没有做制洪池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雨下的200年洪水频率这么高 我就算把城大规划的这6个制洪池 通通都做完了 今天你们还是淹成这样 所以我没做也没差 我有做也不会更好 所以用这个理由来谢泽说 他过去的这个4年一个谢泽洪池都没做 我没有指挥 同样的心态嘛 这是同样的心态 我没有指挥所以我没有责任啊 因此都是中央的责任不是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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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红兄这都是你讲的 陈局是不是这么想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是反话讲 我知道 我要说一件事情 今天整个我们来追踪 或包括议会来追踪这个事情是 市民都会觉得 包括今天所有高雄的市民 很多的里长 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为什么突然间这场雨是很大 可是灾情更严重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如果说今天市长有指挥的话 灾情会不会减轻很多 当然会 对 我们重修目前看到的资料 第一点 第一点看到的资料 就刚刚所谈到的 我们这个年迟谈 还有包括我们厚金锡 你市府有没有先做一些处置 先泄洪处置 如果市长你不指挥的话 谁来注意的泄洪 没有人指挥嘛 另外抽水机里面 抽水机谁来指挥 消防队谁来指挥 该不该撤离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这男子 你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 消防局局长有问题啊 他没指挥啊 那今天消防局长 他还是当了寿命于市长嘛 是不是 然后我看到五点之后 一个消防局长 我觉得啦 如果我来看的话 消防局长他是一个事务官 看到这么多 我相信分局也好 消防分队也好 都会把灾情报上来 民众也会打电话求救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他为什么不跟市长报告呢 那为何等到五点钟之后 才能联络上呢 这一些是后续我觉得 我们还在追的问题 还在追的问题 第二点来说的话 今天整个在 如果说今天我们市议会不开议的话 民国政议员不问他不咨询的话 他会自己说吗 如果他要说的话 早就应该在上午 李永德副市长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应该跟大家说明清楚的嘛 他当然是不要告诉大家 所以是议员问出来的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 其实为什么大家高雄市民 现在那么愤怒那么生气 其实当天下午在左南地区 在本河里那边 三四点已经淹大水 打电话到扎害应兵中心去 扎害应兵中心的官员竟然告诉说 你自己来载沙包 你自己从北区的左营 要到南区的扎害应兵 他的水深都已经到膝盖了 结果车子一开出去抛锚 他竟然叫老百姓自己到哪里 到扎害应兵中心去载沙包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感觉到说相当的痛心 第二个厂长提到什么 他最近这十天难 都提到说这是200年的暴雨频率 就是做什么都没用啦 这本书是三明区本河里抽水站 当时候规划设计 这是公务局的网站 里面很清楚的 在第八页写得很清楚 它说711 檀美台风 当时候三个钟头下了329公里 超过200年的暴雨频率 90年当时候的檀美台风的 三个小时的暴雨频率 就超过200年 不是今天才超过200年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规划 请承大规划设计六个字红尺 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你纵使做八个抽水机跟发电机 也只有100年的所谓的暴雨频率 但是高雄市政务的陈局市长这边 还只让他有五台的发电机在运转 还不到八台 所以他告诉你说 我这是200年的 你就算18台也没有用 所以没做没关系 我马上呼应一下 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 那为什么有些地方没有淹水 有些地方军民说 那是运气好 不是运气好 有些地方军民说 因为这里有做一些排水的工程 所以有做跟没做是有差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照他所讲的时候 就算做六个字红尺也没有用的话 那对不起 刚刚那个韋哲有在吗 马中子在当市长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淹过水 有没有很多车子泡水 有 后来下一次台风的时候 开放很多的地方 让大家怎么样 赶快把车子开到高的地方去 高架桥啦 提早开放停车 那既然你今天已经知道了 自己讲的 不是我们讲的六个字红尺都盖了 也没有办法禁止淹水 那你是不是应该早就请大家 地下室有车子 把车子赶快要开走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六个字红尺 也没有用了嘛 我刚刚讲的反话 可能会引起误解 没有人误解你 所以不要再越描越黑了 事实上台风一年几个台风 就算多的话也了不起来十几个 一年也不过来十几个 真的清洗台湾就乱几个 为什么要有灾害应变中心 为什么你是总指挥 为什么要私信非疑 从中央地方要分工 就是你要执勤嘛 你要执勤不能在家睡觉了 那他曾经不晓得在家睡觉不对吗 当然知道就是九天不敢讲的原因 但是在家睡觉比较不对 还是说谎比较不对 现在大家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个就是说你真的那一天 就算你在家睡觉 你应该一滴时间告诉他说 对不起我那一天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水灾 所以我在家里头睡觉了 而不是说谎到第九天 才被别人戳破 而且是被逼问不小心 突破心房讲出来 现在到底是说谎这件事情严重 还是善离职守这件事情严重 这个问题很简单 当然在官邸睡觉 但是他自己晓得良心知道不对 然后用这个来说谎来cover 这个是更不对 第二个不对比第一个不对更强 但是你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要说谎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 为什么要说谎 就是他自己想的这不好嘛 见不得人嘛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去说 可是他道歉到了这么多次 一个提防首长说谎的效果 它的后果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要讲 刚刚亦宏讲了一个我觉得 因为我必须再亦宏提醒一下 在节目里头 反讽是有幽默感 但是反讽过度 不见得大家都听懂 这以前我跟老丁在 老丁常常喜欢反讽 不见得大家都听懂 我现在讲你听得懂吗 你听懂 我的水准我当然听懂 那我认为道歉在先 道歉是在早上嘛 对不对 承认睡觉是在后面 对不对 所以那个道歉 其实不含瓜 睡觉 睡觉 不含瓜睡觉 他是说我们做得不够好 还有第二点 就是我提醒你 昨天我们有讨论到说 很多原因嘛 联赤潭 什么一大堆金师傅 还有一大堆清淤 然后大家就说 他今天的报告 只会讲阿公店 跟那个海军的威力 我说不会 他通通移了嘛 他通通所有的资料 都移到那个检掉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其实被你们说 我这个有十分的过失 那最后结果 结论一定是六分 七分八分 总加起来 他不至于致命 你知道吗 所以最伤他的 今天最伤他的 是睡觉跟说谎嘛 而不是那一大堆的资料 显耀喜欢去强调说 这个没有做好 那个没有做好 谁我们沿水 那个地方怎么样 水帕 我跟他讲 都对 这个我都承认 但是总统加起来 总统加起来 不至于伤他的命 但是睡觉跟说谎 这是很伤的 不过显耀要强调的重点是说 那些伤害有一部分 是因为睡觉造成的 如果没有睡觉的话 就不见得有那么多伤害 所以他也涵盖在 睡觉的伤害里面 先进广告 好 您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